在人才辈出的重量级拳坛 有一位大佬的名字不得不提 他用一双铁拳称霸世界多年 是泰森时代后的重量级旗帜性人物 他就是史上最强拳王之一 Linux Lewis 提起刘易思 全民们映入眼帘的画面一定是他KO泰森的场景 不光是泰森 几乎所有同时期顶级拳王都沦为他的手下败将 所以老刘称得上是真正的傲视群雄 刘易思身高196公分 体重116公斤 臂展213公分 拥有当时重量级拳坛中无与伦比的身体条件 他的战绩为41胜2负 32次KO 并且为自己的两次失利都报仇血恨 刘易思不仅重拳威力爆炸 其精湛的技术也几乎无可挑剔 堪称最完美的重量级拳王 本期就用刘易思生涯的著名比赛 来呈现他那超级强悍的实力 刘易思于1965年9月2日出生于英国Westham 他出生时的体重就高达4.8公斤 是一枚妥妥的巨婴 刘易思的父母都是雅买家人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 刘易思从小格外好斗 经常打架斗殴 12岁时 他跟随母亲前往加拿大生活 定居于安大略省Keshner 来到加拿大上学后 刘易思依旧恶习不改 屡次被校方处罚 但他幸运地遇上一位校长伯乐 被送入拳击队发挥自己的特长 一位拳击天才就此被发掘 1983年就夺得了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18岁代表加拿大参加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并闯入四分之一决赛 他在1985和1987年 两度夺得北美锦标赛重量级冠军 1988年汉城奥运会 刘易思一路闯入决赛 他的对手正是日后的著名拳王 李迪克鲍 刘易思两次用重拳把李迪克鲍打到独秒 最终代表加拿大夺得了奥运会金牌 相对于年少成名的泰森 刘易思直到23岁才进入职业拳坛 此时此刻 小刘易思一岁的泰森早已成为了 持有三条金腰带的拳王 并取得了36战全胜的辉煌战绩 两人当时在职业拳坛的差距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 刘易思还在1981年做过泰森的陪练 但谁也未曾料到 老刘日后在拳坛取得了不亚于泰森的成就 进入职业拳坛后的刘易思又重回英国 他并没有急于求成的剑指金腰带 而是经过了三年的磨练 完成了22场职业比赛 取得了全胜战绩 其中24KO对手 成为了WBC组织排名最高的拳手 1992年10月31日 刘易思面对曾与泰森苦战12回合的加拿大汉将 Donovan Ruddick 结果刘易思仅用两回合就以重拳摧毁了对手 这一战使他一举成名 下一场比赛 他获得了争夺空缺WBC金腰带的机会 对手又是曾与泰森打满12回合的坦克Pony Tucker 塔克的抗击打能力极强 是一块十分难啃的硬骨头 他曾与巅峰泰森硬钢12回合 竟然多次扛住了泰森毁天灭地的重拳 但在这场冠军战的第三回合 刘易思先以刺拳迎击 接着用一记后手重拳放倒了塔克 使他生涯第一次尝到倒在拳台地板上的滋味 接下来的比赛 两人多次展开激烈对攻 都展示出各自强悍的抗击打能力 可在第九回合 塔克竟又被刘易思的一记凶猛右勾拳打倒在地 两人最终打满全场 刘易思以毫无争议的压倒性点数优势获胜 赢得WBC金腰带 这一战 刘易思用自己的铁拳 将号称打不倒的塔克彻底奏服 通过以上两场对决可以看出 刘易思的重拳威力丝毫不亚于巅峰泰森 接下来 刘易思又轻松地以KO方式赢下两场未免战 可他的第三场未免战却出现意外 爆冷遭到美国选手奥利福迈考尔TKO 这也造就了90年代全场最大冷门之一 生涯首吞失利后的刘易思 只能将怒气发泄到对手身上 又一举获得了酣畅淋漓的五场连胜 用重拳将对手们轰得人仰马翻 1997年2月 刘易思又获得了争夺WBC金腰带的机会 又是面对老冤家奥利福迈考尔 这一次刘易思没有再给迈考尔任何机会 一上来就用次拳控制了比赛 并不使用后手重拳击中迈考尔 迈考尔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任凭刘易思的各种组合拳打来 却没有任何反抗意识 比赛几乎成为了单方面的吃爆和挨打 迈考尔完全丧失了反击能力 第四回合结束后 回到围绳角落的迈考尔竟然痛哭流涕起来 选手被打哭的场景 在拳坛还真是闻所未闻 第五回合 刘易思又把迈考尔压制在围绳边 用组合拳对他进行暴打 可迈考尔还是毫无反抗 裁判不想让悲剧发生 及时叫停了比赛 刘易思赢得了这场奇怪的胜利 但也好在一雪前耻 重新站上了拳坛顶峰 获得金腰带后的刘易思 又砍瓜切菜般的取得了 未免战四连胜 其中面对波兰坏小子格洛塔 刘易思仅用一分半就将他彻底摧毁 从格洛塔倒地的表情就可以看出 老刘的重拳有多么残暴 KO率超过90%的加农炮 Shadow Briggs 面对刘易思也毫无反抗之力 五回合内被老刘击倒三次 1999年3月13日 刘易思迎来了一场真正的恶战 对手是两度击败泰森的霍利菲尔德 他正持有两条重量级金腰带 并声称要在三回合内解决刘易思 可自从比赛一开始 刘易思凭借精准的刺拳和身高必长的优势 大部分时间将比赛节奏牢牢控制 老霍则是一场小心谨慎 对刘易思的攻击力显得非常忌惮 第三回合 老霍似乎想实现自己的诺言 用组合拳对刘易思发起猛攻 但并未奏效 刘易思的抗击打能力相当不错 身高和体重都处于劣势的老霍 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压制状态 他总想寻找近战机会 但刘易思凭借精湛的刺拳 使他很难突进 虽然拥有35磅的体重优势 但刘易思的脚步灵活性和出拳速率都优于对手 最后一回合 比赛还尚未结束时 刘易思就高举右手 似乎对比赛的胜利胸有成竹 可最终裁判却将结果判为平局 这次判罚极具争议 刘易思本场的表现明显压过老霍一筹 同年11月 双方的二番战在内华达州打响 像一番战一样 刘易思自从比赛开始 又以刺拳和远程打击掌握了比赛主动权 第三回合 不甘落后的老霍主动寻求进战机会 并命中一记势大力尘的后手重拳 接着乘胜追击 但刘易思凭借出色的抗击打能力坚持了下来 接下来的比赛 刘易思的外围打击战术还是十分奏效 使老霍的拳头很难命中自己 第七回合最为精彩 两人在拳台中央展开激烈拼拳 都用重拳护有命中 但击倒的场景并未出现 余下的比赛 老霍虽然不屑于力地进攻 但总体来讲 刘易思依旧占据上风 通过十二回合熬战 刘易思以一致性的点数优势 通过判定获胜 成为持有三条金腰带的重量级统一拳王 刘易思接下来又轻松秒杀了 三十一战全胜的汉将 Michael Grant 面对白水牛博萨 老刘又一两回合解决战斗 用凶残的组合拳将他轰出拳台 对阵重拳能力惊人的萨摩亚猛兽 小泰森 大卫图阿 刘易思没有给图阿任何施展重拳的机会 全场牢牢控制比赛 以巨大点数优势获胜 尽管刘易思随后由于轻敌 遭到拉曼爆冷KO 但他二分复仇战时 就轻松摧毁了拉曼 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比赛 当然要数泰森和刘易思的对决 但其实在赛前 外界就认为这场比赛并没有多大悬念 此时35岁的泰森早已不再巅峰 比赛前三回合 泰森攻势凶猛 以脚步配合头部摇闪 试图突入内圈 以勾拳解决刘易思 可刘易思最擅长的就是距离控制 他脚步灵活 刺拳精准 且拥有近20厘米的身高优势 和30多厘米的臂展优势 泰森想找到近战的机会 谈何容易 泰森这种赌博式打法 一旦前期不能KO老刘 走向失败的结局几乎就是时间问题 随着泰森体能的下降 导致脚步放慢 他开始沦为 刘易思直拳打击的肉体靶子 由于体能不足和身材上的巨大劣势 泰森很难找到应对老刘的办法 第四回合 泰森被老刘的一记后手直拳放倒 此时的比赛几乎完全丧失了悬念 泰森接下来不断遭到刘易思的直拳重击 眉骨已被打破 第八回合 又被刘易思的一记暴力上勾拳击倒 最终 刘易思以一记强力右勾拳结束了比赛 整场比赛 就是一次单方面的碾压 虽说泰森巅峰已过 但老刘也已经36岁 2003年6月21日 刘易思对阵新一代拳坛霸主 大克里勤科 面对比自己还高半头的大克 老刘遭遇了很大麻烦 自己的身材反倒成为劣势 第二回合吃了大克的一记后手直拳 险些被击倒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随后以重拳重创大克美股 使其血流不止 迫使裁判叫停了比赛 刘易思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筋腰带 赛后 大克的伤口竟然缝了足足60针 这场未免战过后 37岁的老刘选择了退役 刘易思的生涯可谓功成名就 虽然大气晚成 但他三次获得拳王头衔 并13次未免成功 又统一了整个重量级 他的成就完全不亚于任何重量级优秀拳手